我想要回来儿子 只有一条路可走 哪条路 搞垮人家现在的生意 师妹 你和人家主母的事 我也略执一二 说吧 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我要我的孩子 师妹这话就没道理了 你是雪塘的妾室 这妾室生的孩子 本就该由嫡母来抚养 要不这样吧 我亲自跑一趟人家 让他们正式纳你进门 这点面子 相信沈翠喜还是会给我的 多子之仇不共待天 师兄 我跟沈翠喜 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胡闹 你的女界诗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师兄 别的话我不想多说 你 现在雪塘生死未博 沈翠喜强死我的孩子 为她所用 您觉得 她还会容得下我吗 她会让我活到秀场长大的那一天吗 怎么说 这样 她也会让我活到 她们 她们的姓有 我 我 现在 她们的姓有 她们的姓有 我 是内宅之事 师兄又怎么好保护 那你说怎么办 人家现在 上下例外 都靠舍醉喜过活 别说是抢我的孩子了 他就是要我的命 人是族人 不但不会反对 还会帮忙抵刀子 所以 我想要回儿子 跟儿子一起活着 只有一条路可走 哪条路 搞垮人家现在的生意 搞垮人家的生意 沈翠喜就会成为重视之地 不但人家重人 就连那些 靠人家生活的知乎 他们都不会反过沈翠喜 我 那你怎么回事 师兄 起来说 我答应你 写师兄 二爷没用啊 没用啊 这谁啊 大白天的 喝成这样 他呀 就是大名鼎鼎的苏州人家 二少爷任如风 任大爷出了事 这赵族里的规矩 就是应该让任二爷倒下 结果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任大奶奶手段了得 报了个外师子回来 硬是逼着族里 逼了那个奶娃娃做家主 哎呀二爷 你看哪儿 当成空气 话说 这任家大爷后来咋着 具体不清楚 只是任大奶奶 一直在悬场找人 我这么多天过去了 任大爷还是音讯全无 看样子是凶多吉少的 那任家 迟迟不把任大爷的死讯 公布出去 怕是担心的奶娃娃撑不起这个家 这任大爷是不是真的没了 照你这么说 这任大奶奶可不是一般人的 这奶娃娃该不是她争权夺利的工具吧 这能活得长吗 这 这谁知道 来来来 吃吃吃 恭喜 恭喜 恭喜大奶奶 恭喜啊 恭喜啊 恭喜恭喜 大奶奶 这奶女中豪杰 对啊 如今这总章房成立 如今这总章房成立 今后咱们苏州的制造行 算是稳当了 大家通力合作 以后就仰仗各位了 客气客气了 那我先进了 去 好 恭喜恭喜啊 这边请 二爷 客官慢走 几位慢走 我家姑娘想请你去一趟 咔嚓我干吗 二爷去了就知道了 张总 二爷 你奶奶吩咐过了 让您今晚一定要早点回去 哎呀 我二爷是个美女 是没用的 连下人都敢管爷的事 滚开 姑娘 二爷来了 小嫂子 您找我 如风 我毕竟没有进你们人家的门 小嫂子这个称呼 还是免了吧 不管怎么说 您都是秀山的生母 是我大哥的心爱之人 在我心里啊 总把您当小嫂子的 如意 倒茶 嗯 坐 哎 哎 如风 我记得以前 你总是喊我一声曾姐姐的 曾姐姐 你既然还肯叫我一声姐姐 那姐姐现在有一件难事 是想请你帮忙 不知你愿不愿意 姐姐您说 我想开一个私造房 但我毕竟是附导人家 不便出头 所以 想借人家的亲约儿子一用 算是附导人家 哪儿 你这是要跟我大嫂打列台呀 我总是要谋生的 我想用你大哥留下的营养 开一个私造房 是正当行的 也不算侮辱了她的名声 可 可是我 我大嫂那边 沈醉喜她是人家的当家主母 应有皆有 怎么 都不能给我留口饭吃吗 我知道 她才算是你名正言顺的嫂子 可是入风 我们从小一块玩到大 难道我不敬人家 我们这点情分就都没了吗 您放心 如风虽然无能 但如果能帮上姐姐 如风义不容辞 富贵紧急图准备得怎么样了 大奶奶 这富贵紧急图既法繁复 有平客 搭客 盘苏 长短腔 和木书腔 画叶的韵色 鸟语的纹理 既要线条柔美 还要有富贵祥和之情 非大奶奶亲自出马不可 这次竞技大赛根本就是冲着我来的 竞赛用的秀架准备好了吗 大奶奶都准备好了 我们比的不是客丝吗 怎么还用上刺绣了 你傻呀 很多复杂的图案客丝完成不了 只能用刺绣 这点常识都不动 怎么当职工 客官 您慢走 二爷 二爷 好 您里面请 我看看 阿姨 草姐姐呢 在里面呢 花也好看 这个颜色 颜色我喜欢 草姐姐 坐 这是赵昌的杏花图 杏花粉白堆霜极雪 更有冰姿雪清之雅云 至公秀公 说起来高声繁杂 可寻根究底 不过只为了一个字 什么字啊 美 宋画之美 清雅脱俗 宁静 安逸 历清五百年而不衰 为历代文人所送 清月小房的客思 不畏炫技 炫色 只为这一个美字 宋画之美 客思之美 二美兼得 便可读书一指 姐姐是想参加 这次的竞技大赛吗 清月小房要想打开局面 竞技大赛这样的场合 是一定要去露个脸的 说得是 这次苏州的各大之家呢 都会来 姐姐可以接其认识一识